欢迎来到陈兴娱乐宗主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杨幂公司新人刚走红就解约 为何迪丽热巴被牵连 网友白眼狼 杨幂公司有多惨 旗下新人刚走红就离开老东甲 还让迪丽热巴也遭到牵连 杨幂良心老板的称号 绝对在娱乐圈叫得开 为了给旗下艺人刷脸 可以说是什么手段都用 曾经大伙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甚至被潮世家行娱乐的大包剧 除了主要角色迪丽热巴 高伟光与朦胧张彬彬之外 就连配角选女胭脂等也都是杨幂公司的 可以说杨幂只要是自己公司 出的剧几乎都是大礼包 不管老人新人 只要是旗下一人能塞就塞 而即便是这样好的资源和老板 但还是没能留住一人 此前才刚刚靠着漂亮的李慧珍 活起来的李希瑞不甘心自己制作女二 也是转身就宇家行节约 要知道其实杨幂并非没让她做过女医 但演技实在太差 给了不少好资源 但就是火不起来 李希瑞和家行节约后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至今也没有再拿出比李慧珍时期更好的作品 娱乐圈的热度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真不知她会不会感到后悔 而最近家行又被爆出一新人节约 更是牵连到迪丽热巴身上 也是让不少网友都怒斥他们简直就是白眼狼 这个人就是王一飞 虽说她在娱乐圈并不出名 但是你一定看过她的不少剧 比如《香蜜》里的《穗河》是最出名的 其次在陈情令局中人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而且她出道的第一部戏就是曾大火的漂亮的李慧珍 可以说杨幂前前后后给了她至少上十部热门作品 为了让她能活起来也是煞费苦心 虽然在剧中的角色都不是主要的 但对于一个才刚刚出道几年的人来说 这已经算是一等一的好资源了 可王一飞却一再公开表示 都怪杨幂公司没有给她资源 自己才没能活起来 将没有名气的过错都归结到公司身上 更是把怒火牵连到家行最火的艺人 迪丽热巴的身上 有传闻称李希瑞和王一飞都是因为迪丽热巴才离开公司的 两人最初与迪丽热巴是很好的朋友 尤其是李希瑞 但迪丽热巴受到公司力捧后很快爆红 李希瑞却一直都只能给当万年配角 也是让迪丽热巴遭到不少的嘲讽 称她是资源咖 有网友认为这样看来 其实李希瑞姐约也是能理解的 毕竟人总是要往高处走的 但也有网友认为杨幂已经人至意尽 自己火不起来不能知怪公司吧 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迪丽热巴与君播出 男配被直捅了丑男窝 颜值惨遭质疑 由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主演的《玉交记》 分为上下部与君出相识和恰似固人归 现在与君收官 第二部也接力定当的 《玉妖师》纪云和也要下线 让乐观的九尾胡阿记上场 两位主演的颜值自然是不必说 很是扬眼 但是剧中的男配却被直捅了丑男窝 今天我们就来吧 八剧中的男配是谁 颜值如何 随着与君的热度和口碑不断攀升 评论也是有利于多 因为剧中的男配绝颜值 成了网友热议的焦点 男二林浩清男主追七路上的绊脚石 林浩清的扮演者是肖顺瑶 林浩清假意与纪云和为敌 但对纪云和深情不已 而在下部剧中 林浩清更是对纪云和的复活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 但是他的人设和他在上一步的表现中 不太讨喜 他的下巴更是草点多多 男三黎叔血三月X黎叔CP 黎叔是血三月的先士 习会血三月 最后血迹了自己解救青语卵鸟 又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血三月 这一对CP的结局是比 黎叔因为颜值问题 也是遭受不少网友的议论 他在平时的现代装中 妥妥的形男一枚 身高颜值双杀 但是剧中这种三毛脏变头 直接拉低了他的颜值分 男四空明洛锦桑官配 真的很难相信 洛桑这么可爱俏皮的姑娘 他的官配空明 两个人搭配起来只有离谱了 空明一个好好的帅和尚 愣是变成了一个邋遢道士 灵动可爱的洛锦桑 对上不修蝙蝠的空明 一点CP感都没有 林浩清 黎叔 空明这三位男配的颜值 都未能让观众满意 且都是与美女做搭配 不少网友都吐槽剧本 这是捅了丑男窝了 不过两位主演迪丽热巴 和任嘉伦颜值 演技在线 挡住观众追剧的热情 请点击订阅按钮 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